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例题期 例题期是根式的四折运算 很多同学学到这个地方都会忘记 之前在做四折运算的时候怎么做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像第一小题 外面就是根号3 你就可以利用分配率把它乘进去 分配率乘进去之后就可以变成 第一个叫做根号3乘以 3根号2叫做3乘以根号2 减掉呢,2根号3叫2乘以根号3 再乘以根号3 好,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呢,请看一下 就是数字跟数字算 根号跟根号算 这个地方呢,前面只有一个3 就写3 根号3乘根号2,根号6 3根号6 减掉 后面呢,这边呢 有一个根号3乘根号3 这个根号3乘根号3 就是等于3 所以呢,这个整个算出来呢 答案就变成3根号6 减掉2乘以3 6 能不能再减呢 不是同类方根 不能减 答案就叫做3根号6 减6 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 不能再减的 这是这个做法 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呢 这个第二小题请特别注意 常常在这个基策或者是会考的题目里面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这个就是考你方根的基本的运算 这个方根呢 都是乘或除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大的方根 写成一个大的根号 5分之11 乘以7分之6 再除以21分之22 那老师建议大家 就是说如果是乘根除的话呢 你就先写一个大根号 先不要把除改成乘啊 分子分母颠倒 你这样可能很容易算错 先写一个大根号 然后里面 里面就是简单的分数的乘除 那这时候呢 你就处理这个里面的分数的乘除 把除呢 乘还是乘嘛 那接下来呢 就是把除改成乘 分子分母颠倒 就是乘以它的倒数的意思 那接下来呢 你就开始约分哦 只要是一个分子 一个分母 就可以约分 变成连乘的话 就是有这个好处 那这时候呢 2再跟6约 变成2122236 好这时候呢 就会变成是 根号5分之339 然后再把根号拆开 根号5分之根号9 然后呢 这个我们要把分母 有理化 把分母变成没有根号 上下再乘以根号5 好这时候就简单哦 分母叫根号5 乘以根号5 就是5哦 分子特别注意一下 这里有一个根号9 根号9就是3 3再乘以根号5 叫做3根号5 答案想到这边 就算对了 你当然也可以变成是 5分之3 根号5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两个答案都对 来再来看一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怎么做呢 那就直接分配率展开吧 就直接把它乘开 根号3000乘根号3 根号3乘根号3 那就是3 第一个乘完 换第二个来乘 减掉根号3乘以根号2 变成减掉根号6 减根号6 好再来 再来继续乘 根号2乘根号3 加上 根号乘根号3 根号6 好再来 减掉根号2乘根号2 根号乘根号2 2 减掉2 这时候你就发现 中间这里有一个 减根号6 加根号6 刚好可以消掉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变成是 3 减2 答案就等于1 眼尖的同学呢 他这时候会发现一个大秘密 他说老师 这个地方好像蛮特别的 没有错 这个题目是经过设计的哦 他说老师 这个感觉上好像是A加B乘以A减B A加B乘A减B 这叫做平方差公式 A加B乘A减B 他等于A平方减B平方 好那这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那就代公式吧 这时候的A是多少 A叫做根号3 B是多少 B叫根号2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比较一下我就知道了 A叫根号3 B叫做根号2 所以呢 你遇到A就改成根号3 遇到B就改成根号2 那根号3的平方3 根号2的平方2 3减2等于1 这样子用公式 你如果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用公式是比较快 当然你用分配率直接乘 好像也不会慢到哪里去 这两个方法 可以任同学选择 你看你习惯用哪一种 就用哪一种 都可以 都可以 好完蛋了 那咱再燥饭了 你们呢 当然